大家好,我是青石 今天跟大家分享一下母的嫩枝的高压繁殖 我们这里指的嫩枝,也就是说今年的枝 那从这里可以我们看到 嫩枝都是青绿色的,咖啡色的 都是去年的枝,它已经木质化了 那么这个时间掌握在什么呢 嫩枝一定要它开完花 大概在一个月之内就要进行了 这时候它这个枝条里面的生长激素最旺盛 最容易生根 那这个动作以前我们先把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清理掉 我们选这个嫩枝一般都在最底下的两片叶子附近 进行环拨来高压 那么我们现在都清理干净了 这个环拨大概拨两厘米宽 拨两厘米宽就行了 清理干净 它贴在木质布上的形层层 那么把它清理干净 那刚才我们看到是吧 我们刚才看到是蒙镍枝 蒙镍枝高压是最好最好的材料 所以有的时候你想高压 你就别把蒙镍枝就把我们脚牙底下那个枝剪掉 不要把它剪了 留着进行高压 那我们切环切就很简单了 就跟所有的植物高压环切是一样的 完了以后呢 我们的机制 我们可以用一些生根粉涂在上面那一圈上 那么机制我们用核砂 Topsail P-Moth 这些透气透水好的机制 这个放在这个包压包里面就行了 这个包压包包好了以后呢 上边要浇水方便 下边要漏水方便 那么中间你把它固定一下 别让它乱转 这个转的话 有新根的话容易扭断 好 那么上边你可以买一个便宜针筒 往里面打水都行 这样子方便一点 那两三个月就会生根的了 这个生根能力很强的这些论质 那么现在呢 我们已经过了三个月了 现在呢就是 是十月上学 我们打开看看情况怎么样 但是我老是跟大家说 我从外面看没有看到有生根 但是呢 我们打开一看呢 里面有一个很大的芽 这个芽大到像脚芽 就是像脚芽一样很粗壮 那这个是 就是它的隐藏芽 就是时候被触发出来了 很粗壮 一点根都没有 这个曲 环渤口上一点根都没有 但是我们可以 我们把它用这个芽很大 看到没有 打一个大芽很壮实 我们用这个水把它洗干净 看看到底发生了什么情况 为什么没长根 还看到 上面这个环渤上切口是满满满的预伤组织 这一照道理早就应该长根了 你看都鼓鼓囊囊的 但是它没有根 很奇怪 下面那个环渤口还有一点预伤组织 但是很小一块 我们把它靠近一点 看看到底发生了什么情况 大家看到大芽 这个隐藏芽已经被它顶出来了 说明它 它心长得很健康 这个大芽 那么预伤组织 非常多 没根 到底发生什么情况 那么我们把它拉近了 转过来 然后我们把它转过来 我们刚才看的是正面 我们看现在是正面 我们转过来一看怎么样 我当时操作的时候 没有把形层层刮干净 因为是反面不好操作 所以全部长满了 怎么样 皮层又长回去了 所以它不要根了 它已经全部连上了这些 就是因为当时没把形层层刮干净 所以这次高压就失败了 不然的话 现在已经长很多根了 大家看到 因为它不要长根了 它已经完全连上了 上下通了 对吧 大家看到没有 拉近一看 这些 这个 预伤组织很发达很发达 应该长很多根的 正面刮得很干净 所以大家看到 一点都没有皮帘上的痕迹 反面没刮干净 它慢慢经过三个月的 怎么样 自己长起来了 它就不要根了 对吧 那么这样失败了 如果 坦白说 如果把形层层刮干净 这次就会成功 对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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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吧